第118集 国之大事在祭与荣 说的是国家大事在于祭祀和军权 富豪身为军事统帅和大祭司 恐怕连武王见了都要惧怕三分 尤其是在商朝前期还有母系氏族的遗风 女子带兵打仗很是寻常 但到了商朝后期已经是父系氏族主导 富豪能够在男人掌权的情形下 占着一个国家两大命脉职位 并且做得出色 可见能力得有多出众才行 只是至今为止 事书上记载的魅惑之女众多 而如富豪这般真正杰出的女子 屈之可数 世人难免对女子有些偏见 扁鹊从宋初一的赚注内容 笔记 面相等等各个方面 都感受到了一种刚强 与她授笑的模样 迥异的刚强 才出见而已 真正如何 还需慢慢观察 扁鹊站了一会儿 瞧见一个小丫头 端着一盏牛油灯进屋 过了一会儿 扶着宋初一出来 从篮子里往这边来 走到近处 凝压才看见扁鹊 笑声地提醒了宋初一一句 宋初一拱手失礼 神医这么晚还会休息 可是床榻不是 并无 老夫只是想事情 扁鹊大半辈子都在云游行医 风餐露宿都是有的 对住所自然不会太过挑剔 神医一路车马劳顿 早些休息吧 若有所忧是怀己能解 必不推辞 扁鹊望着月光下 那一些悬色广秀 脸色苍白的年轻人 言辞间洒脱磊落 一身气度 竟是笔下了世间千万世子 不由呵呵笑道 不知能饮否 宋初一挣了一下 旋即微微一笑 又何不可 怀己不仅能饮 锁酿梅花酒 也是这世间独一份 神医可要尝尝 大膳 勾起老夫酒言 这梅花酒 得名副其实才行啊 扁鹊说着话 从屋内走了出来 宋初一吩咐尖酒挖酒 拧压在亭子里摆好了席 扁鹊坐在亭中 看着刚刚从土中挖出的酒坛子 奇怪地说 沉酒也好喝 时下绝大多数酒都很淡 酿着粗糙 放不了多酒就会变味 酸烈的味道固然也不赖 但终归少了酒味 前世宋初一处境不堪时 曾在一家酒坊 烧火蒸煮谷物 他对酒的兴趣 也始于那时 皇帝内经等书籍上 就曾经记载过酿酒过程 宋初一私下 就试着酿造过 不过他那时穷 连饭都吃不上 哪有多余的穀物酿酒 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实践 直到投奔端阳侯 他才有多余的粮食 试着酿酒 因中间失败过许多次 屡次导致衣食不济 但是他一直弃而不舍 终究给他弄出些门道来 说来也可笑 他刚开始得到端阳侯的另眼相看 不是因为出了什么解困的计谋 而是因为一壶壁酒 后来与端阳侯渐渐亲近 他才开始向宋初一问计 尝尝便知 宋初一笑着说 宁牙揭开密封的酒坛 一股扑鼻的酒香一散出来 不似辛酒的辛辣 但能感受到其中绵长的唇厚 宁牙给扁鹊满声一绝 他迫不及待便端起来 放在鼻尖清秀 嗯 光是闻着味儿就醉了三分哪 妙哉 神医尝尝如何 扁鹊轻一米 微凉的酒入口中 一股浓浓的酒香 合着淡淡的梅花寒香 缓缓散开 先是温润绵柔 然后越来越辛辣 带着骨子辛辣劲过去 唇齿流香 余味无穷 好久 扁鹊走南闯北 可谓越久无数 如今能让他赞一句好的 实在是屈之可数 既是好酒 神医只管尽兴 宋初一端起酒尊 敬扁鹊 却并不说那些场面话 呵呵 嗯 快哉 扁鹊赞叹一句 羊头引记 嗯 也别总是换老夫神医 含 颅医 琴医 都可 扁鹊是上古神医之名 时下习惯尊称医术医的好的人 为扁鹊 他胜于齐国颅医 名欢悦人 起注行医时 人人都换他颅医 后来周游列国 因医术高超 医名远博 才被人们尊称为扁鹊 喊得久了 就几乎成了他的名字 他医术举世无双 当时再无旁人 担得起这个称呼 所以一提扁鹊 人人都知道是他 扁鹊五十余岁的时候 秦宫有吉 召他入秦 秦国当时 正在权力寻求发展 所以对于人才 格外尊重 除了世人 在列国之中 属秦国最尊重医者 所以他这一来 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入了秦国户籍 秦宫亲自秦氏 那如何使得 您是长者 不如怀疾 就喊前辈吧 好 扁鹊喝酒喝得起劲 随口便硬了 两人边饮酒边聊 宋初一刚开始 不了解扁鹊的性子 因此话并不多 但几番不着痕迹的试探之后 知道他尊儒家 喜道家 对其他各家 均持不饱不扁的态度 最厌恶花言巧语 屈言覆试之人 有了这个基础的了解 宋初一便直语他论道 宋初一跟在庄子身边 比一般学道之人的起点 要高几分 就算再不成器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更何况 他也不是那么不学无术之人 老夫见过这么多后生 偏偏就你这娃娃 与老夫的脾性最合了 扁鹊已有三分罪意 居然忘记宋初一 是个女子 他在秦国十余年 说话行事 早已有几分秦人的风格 秦人爱憎分明 又强烈 若瞧一个人好 三言两语 便热情豪爽 叹诚相交 若瞧一个人不好 亲则不假以辞色 重则拳脚相见 一见如故者 无非就是观念 脾性相合 若是不深交 宋初一想在一场 对话的短暂相处中 对一个人的胃口 实在很容易 喝酒到最后 宋初一都不知道 自己有几分真 几分假了 亦十分的尽兴 这枚花酒 喝起来顺口 可是后劲很大 次日宿醉 两人整整折腾到过午 才起他 便却颇有些不好意思 整理用识之后 便立刻给宋初一 失真顾学 宋初一的眼睛没有受伤 只是气海破损 气血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盘踞 因此眼周 不能正常行气血 精气 乃是人健康之根源 气血足 才能养得出精气 而失明 只是印堂学 受损之后 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而已 人体两大气海破损其一 短时间还好 若是长久以往 人衰弱的速度 比正常情况下 会快许多倍 尤其是宋初一这种 容易耗精力 费心思之人 那滑发早生 便是衰弱的先兆 便却失真 能顾气海 但也需要自身 慢慢恢复 宋初一身体 虚不受补 因此 他刚开始 只用了一些 药性温和的方子 调理身体 有个好壳子 才能受得住大补 达到顾本培员的目的 不觉三天过去 银四百忙之间 曾派人送来许多药材 还有给扁区的赏赐 并未召见 处理及每日必来 银四召见 他着急 银四不召见 他还是急 先生 公子来看您了 正年二年 浮在亭兰上的宋初一 精神一振 快快请他进来 这几日 扁区阿尔基面命 不许他过多思虑 连自意都不让玩 再这么下去三五天 他估摸着 自己要疯 得亏有处理及 每天陪他说说话 宋初一眼疾有救 凝压心情 倒是一直很好 诺 不多时 处理及一脸喜色地 走了进来 怀警 八蜀又传来捷报 他大步走上亭子 照这样进展 再隔两个月 就能拿下八国了 难 宋初一揉着白人的脑门说 蜀国朝政衰败 蜀人的斗志 早就在蜀王声迷之下 项目的所剩无几了 蜀王一死 蜀国人便不再挣扎了 然而那八国 虽然看起来颓败不堪一击 其实真正是根硬刺 倘若八国哪怕有一个人 也要血战到底 就只能暴力镇压或图进八人 现在列国都盯着巴蜀那块的战士 不可能屠戮 只能镇压 前几日 楚国也已经攻入八国 秦国攻下八国之后 在镇压八国时 势必还要应付强处 任务十分艰巨 你说几个月 送出一竖起四根手指 至少四个月 不会吧 拿下蜀国也只用了两个月 八国已经一击可破 就算是根硬刺 两三个月也差不多了 处理机真的有些诧异了 大哥可要与我赌一把 处理机愣了一下 玄疾哈哈大笑 我才不与你赌呢 我之所以问你 是因为发现博弈社中开了一局 赌的正是秦国几个月拿下八国 我回头就把家底全拿出去 逃四个月 若赢了 我就分你五成 若输了 日后你可得管我犯 这又何不可 不过我可事先说好了 锦衣御师没有 只有粗不操实 忒是小气 处理机往宋吹的身边凑了凑 笑声说道 我若是穷了 环景哥得负责给我讨个媳妇 哦 大哥有此言 想是看上了哪家姑娘 说来听听 便是周天子的公主 我也必能给你讨来 宋吹虽是开玩笑的口吻 但说的却是认真话 处理机干咳了一声 那倒不必 你家后院的姑娘 可许了人家 宋吹正住 片刻才缓缓说道 大哥可是认真 真妹子虽然不是我亲妹子 可我也不能容她给人做小 处理机拍了她脑门一巴掌 我正请媳妇还没躺 哪里就想着小的了 这下宋吹真是傻眼了 依她看来 真于纵然也是个品貌皆具的姑娘 还是儒家外师弟子 但不知道为什么 她心里总觉得有些亏得慌 从初次见处理机 宋吹先是被她朗朗之容所设 之后又叹服于她的财学 宋吹之下 觉得她无论是心胸还是风度 都令人倾倒 虽隐为知己 宋初一与张仪结拜 除了一起相投之外 免不了有几分算计在其中 与处理机 却是从一开始便真心相交 虽未结拜 但论起来 却是比张仪还要亲厚几分 在她心里 她这大哥 也指世间最好的女子 才配得上 这妹子哪里 引得大哥想求娶 觉得各个方面都差不多 主要是 大哥也该娶个媳妇 放家里头了 这是什么话 宋初一目不能视 还是忍不住 翻了个白眼 你不挑剑媳妇 我还要挑剑嫂子呢 处理机不是个轻浮之人 说话做事 必是经过思虑 宋初一只是这么一说 心里还是尊重她的意思 倘若她就看准了真鱼 她也不会多加劝阻 毕竟是人家娶媳妇 又不是她娶媳妇 当真不合适 处理机反倒 问起她的意见来 这等事 我哪里说得清楚啊 你觉得好就行 要依着我看啊 这世间能配上大哥的女子 寥寥可数 若是让你给我挑媳妇 合着我以后就得一个人过了 其实我从前有过一个妻子 她比我小五岁 我们算是青梅竹马 只不过她尚未急 便没了 我从师门回来后 便以大婚之力 把她尸骨迎了来 入了祖坟 只盼身为同今死同眠 所以如今娶任何一个女子 我都觉得心中有愧 倘若娶了真姑娘 也只能用余生好好待她 我如此想 怀景不会怪我吧 处理机也是没法子 祖里不可能让她一个正常男人 平白地断了一脉烟火 反正早晚是要娶 还不如挑个看着顺眼的 真于是商骨出身 就算死后不能入营氏祖坟 允她随葬 也实在不算亏待她 宋初也没想到 还有这一装饰 抬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未曾说什么安慰的话 只是说道 大哥若有意 我便寻个空问问她 不过真于算是儒家学生 对之方面 看得怕是极重 这倒是处理机没有想到的 她叹了口气说 是我唐突了 即使出自儒家 我岂能如此融莫她 一旦入了大家学派的女子 从身份地位 就不能以寻常出身来衡量了 时下各家各派 极少数女弟子 尤其是儒家 迄今为止 都未曾听说过 有一个真正的入室女弟子 所以就算外是弟子 也是受人尊重的 树从后的小镜上 真于的势臂抱着竹简 悄悄地退了回来 真于正在廊上看花 看见那慌张的模样 不禁问道 阿和 去了何事 娇娇 奴方才 还书锦时 见公子吉来了 便想待会儿再去 谁知听见 公子吉欲求去娇娇 真于脸颊微淌 但见阿和不愤的表情 心知这事还没说完 便静静听着 果然 阿和愤然说道 谁知 宋先生竟说娇娇配不上公子吉 劝他不要求娇娇 在阿和看来 入不入祖坟 又有什么关系 他潜意识地觉得 自家娇娇 能嫁给公子吉 怎么样都不算区 别说做正夫人 就算做个侧夫人 也是极好了 他可是听说 那公子吉如今年纪轻轻 便是上大夫 十分得勤功重用 又是一国公子 娇娇没有姐妹 自己又是良家子 外边买来的陪嫁藤妾 哪有知根知底的好 若是娇娇能成为公子吉的正夫人 自己一定会成为陪嫁藤妾 阿和如此想 送出一只举 无疑是断了他的前途 真于脸色一白 方才还扑扑乱跳的心 现在却像是猛然被人掐住一般 喘不上气 他师父不是什么大儒 他又是出身伤骨 自然也不奢望太高 但听到宋初一说自己 配不上公子吉 简直就是后脑勺 歪了一闷棍 他 他还说把我当妹子 没想到 背后居然如此说我 小人 非君子 阿和见状 趁机说道 舅舅 公子吉也不像是三言两语 就能被人说动的 既然他心属于你 不如找个机会 与他多多相处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真于尚且在打击之中 哪有功夫去听阿和的建议 阿和悄悄看他一眼 满心的不信 十字有什么用 还不是个不经事的小丫头 半点打击都受不住 真于可不傻 阿和是兄长两年前领回来的梁家子 说是放在身边养养熟 他心里清楚 这是给自己准备的陪嫁藤妾 因此今日 阿和反应为何如此之大 他心里清楚得很 也因此更肯定 如果宋出衣没有阻拦 阿和也不敢如此说 他没想到 兄长如此推崇了一个人 深系珍视全族命运的一个人 居然是个背后嚼人舌根的无耻之徒 等待会儿 感谢观看